这里就是美国在武汉开的商场 一走进来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复理堂皇 装修特别的实化豪华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所有的标示都是用英文字母标示的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地板和国内的商场地板真的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地板真的是可以照出人影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场 上下好几层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马上过年了 最近有很多的市民们都会来到这边来买衣服 因为像这种高端的商场 平常基本上人特别的少 我们大家都知道过这种高端的商场的话 它这个这里面是不需要人多 因为它这里面的衣服 什么样的东西都是比较好的比较高端的 但是今天过来这边的人还是挺多的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哇塞看到没有 走到哪个位置 全部是用这种英文字母标示的 说实话我都有的不认识 人还是挺多的看到没有 它这个商场也是分为几个区域 我每走的一个区域的话 它这边人的还是挺多的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哇塞这种装修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 特别的实话特别的豪华 真的是腹底堂皇一点也不为过 朋友们看一下 然后它这边的话 它这里面这个电梯特别的多 然后这边的话 比较上下也是特别的方便 服务真的是特别的好 地板的话可以说是一层不染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装修真的是非常的有特色 并且它这个商场里面 每个区域每个层 这边都是有一个服务台的 比如说你在里面逛街 找不到你想要的店铺 这里有专门的人给你一一的解答的 非常的好 说实话 这种服务真是特别的好 并且在每一层的话 基本上都有这个修宪区域 看到没有 电梯上上下下人也挺多的 然后它这一层 每一层的话都有好几个电梯 上下特别的方便 我们可以看一下 人还是挺多的 到处都人 关键是装修真的是特别的漂亮 走进来了 给别人一种感觉 就是特别的高大上的感觉 朋友们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过来逛一逛 总共的话好像是七八层吧 看了没有 这种装修 这种风格 真的是以前没有见过的 这边还有个小伙子 在这边拿个手机 在这边拍照呢 我以前去过很多的大商场 但是有的大商场进去 特别的容易迷路 因为它这个商场特别大 你不容易好找 但它这个商场的话 说实话 每一层 每一个区域都是有服务台的 有工作人员 专门在这边 为大家这边做一个导购 做一个指向一样 朋友们看一下 这边还有个火车 哇 商场里面为什么有个火车 看到没有 看这个地板 真的是可以照出这个灯光 照出这个人影 好干净 这里面有个火车 应该是供这个小朋友 在这边游玩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火车头 特别的有意思 朋友们看一下 好像像一个动物的一个头像一样 看这个地板 朋友们 哇塞 真的是好漂亮 好干净 在这个商场里面逛了一圈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干净 然后服务好 然后的话 就是每一层的话 它这边这个导购 这个态度也是做的比较好的 还有就是每一层的话 有这个休闲区域 然后卫生间厕所的话 也是特别的多 朋友们看一下 它这边是一个游乐场 并且这个商场的话 也有餐饮部 然后吃饭的一个位置 还有购物的一个位置 都特别方便 哇塞 这是什么东西 金灿灿的朋友们 哇塞 这好像像那个树叶一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到没有 然后路边都站了好多人 如果说你不知道 哪一个位置 哪一个方向的话 有专门的导购 看到没有 电梯里面 现在也可以说是人来人往 人也特别的多 有的上来 有的下去 很多人在这边购物了 因为马上过年了 说实话 很多人在这边 买好的衣服 买新的衣服 在这个商场里面 吃喝玩了购物 特别的方便 朋友们看一下 前面坐了好多人了 因为这个商场 真的是特别的好 服务特别的好 走累了 光累了 直接可以过来 坐在这边休息 看到没有 哇塞 好多人了 看到没有 然后从这个门口 直接出去的话 我们可以走到 那个一号线的轻轨线 看到没有 这个小伙子 拿一个手机 也是在这边拍照的 这边的话 出门的话 就是一个轻轨一号线 交通特别的方便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商场的门口 有好多私家车 现在在排队 进入这个商场 因为这个商场 仪式比较大 服务态度比较好 又干净 所以说有很多人 喜欢在这边逛街 看到没有 好多排车排队 在这边进入的 好了 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个实派 本期视频到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